主料,韩式泡菜150克,面粉200克,合理200克,绿辣椒1克,红椒20克,韭菜20克,鸡蛋1克,普量,橄榄油,盐2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所有的食材,和离其前超烫纸肉备用,红椒和辣椒洗净切丝,韭菜洗净切丝,泡菜剁碎, 放入面粉中再加入鸡蛋,再加入红椒和辣椒丝,韭菜,隔离肉,再加入少许清水,盐饭均约成为面糊备用,停底锅倒入橄榄油,要入一勺成为一个小饼,小火煎至一面熟,再翻一面,小饼两面金黄熟透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燃料适可而加,泡菜已经很有型味,煎至泡菜顶火不可太大, 小火慢煎至饼熟,吃的时候也可蘸食一些番茄酱,海鲜酱味更有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